各式各樣的古董車 紅白復古外型 除了收藏平時參加車聚外 也有車主期待能開車上路 今年5月17號 台北市林監理所 發出全台首張古董車牌 天字1號的KUA0001車牌 在網路上曝光 棕色設計的懷舊車牌 上頭印有古董車字樣 可以合法上路 那個時候我努力了很多年 想要說第一個去領牌 也想要標得到天字1號的車子 但是自以認為 協會還沒有被交通部認可過 那一部的車主 應該是進口的時候 都已經拿到國外的認可 順利的在台灣拿到的古董車牌 古董車有個身分證 後續買賣合法 維修正常 這個我想是最適合的 但其實要領取古董車牌 申請條件相當嚴苛 車齡必須超過35年 且需取得國外原廠或代理商 古董車證明文件 另外內外裝要與原廠狀況相同 不能是改裝品 在國內外以領造使用 未爆廢紙車輛 上路也有諸多限制 只能限於假日或者是特定的節日 才可以上路使用 儘管古董車牌目前全台只發出一張 不過台中建立單位也準備了35面汽車的古董車牌 已做準備 有了古董車牌也不代表可在任何時間地點駕駛 不過參加車輛相關活動 辦理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 只要經主管機關許可 還是能順利上路 現在是我們綜合報導 到